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日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就会去和大家讲一下何国荣的新闻 在神早新闻上面和标题都有讲过 何国荣在昨天传出死讯中年58岁 在他的西贡住所离开这个世界 相信有很多人,包括我都吓了一跳 因为今天早上我做完事后 家人都神识方张跟我去讲这个新闻 其实何国荣在讲起码两三代香港人的回忆 因为以前大家都看无线长大的 何国荣不是主角 但凡一些需要用到外国人的角色 并且能够清晰说到粤语的话 何国荣总会见到他的身形 总之何国荣在香港的知名度真的很高 而且他是58岁就离开了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相当远色 所以今集就会去和大家讲一讲何国荣以前的故事 虽然他是一个澳洲籍人士 但我相信有很多香港人都已经认同他是一个香港人 有时候一个身份的认同不是局限于一纸的文件 而是说究竟你为这块土地你奉献过 你献出过什么 以及要被人认同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即是有些人就算你说他拿着一张纸说自己是美国人 拿着一张纸说自己是中国人也好 但是究竟别人认不认同 甚至就是说究竟一个人的身份 是不是单纯一份文件就能够完全证明得完呢 所以就算有人和我拗也好 其实我也觉得何国荣是真是属于香港人来的 好了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跟大家分享一点在神早新闻有提及过的资料 除了何国荣的死讯之外 也有消息就说何国荣的太太早前就已经离世 究竟她是和自己的太太如何相识的呢 何国荣在早期来到香港的时候 是需要任职英语老师来维持新计 当时就认识了她的太太邦尼 她的太太原本是何国荣的学生 两个人由相识去到相爱 就是仅仅8个月而已 当时何国荣是因为签证到期 避免避遣返回国 最终就和邦尼结婚 原来当时爱府是极力反对他们两个交往 因为见到何国荣总会有一种换世不公的态度 不过后来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何国荣就三十多年已经是由澳洲来到香港 当年的她是一名的医科生 因为在大学时期接触到来自香港的留学生 所以爱上了香港的文化 其后她不单是学习广东话 更加是放弃獨医的身份 赤身来到香港 其实这一种的决心是真的很厉害 因为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能够成为一个医生 比起你成为一个招不保值的演员 你所说的含金量一定会更加高 但她是真真正正热爱香港 甚至是热爱到放弃獨医的身份 甚至是帮自己改了一个中文名叫何国荣 原因是因为她很喜欢巨星张国荣 所以就把自己改名叫何国荣 对于旧时电视搂饭一代来说 其实说起演艺圈的鬼佬 虽然有点贬义 但当时确实是这样称呼 大家的老都会想起何国荣 所以她就有御用鬼佬之称 何国荣是很早很早就已经来到香港做演员的人 1998年的时候 何国荣是见到无线电视 招募一些懂得去说粤语的外国人之后 通过阿真姐就成为了突约演员 更加是成为了当年第一位签约TVB的合约艺人 由于当时TVB就缺乏外国人面孔 以及1988年是什么时候呢 那时候仍然是英国的时候 很多一些例如政府高官 甚至乎是外籍警官 又或者因为当时大家的意识形态是觉得 但是你有个白人能够懂得去说广东话 就是代表一些很尊贵的外国人 一些在香港拥有很高权力的人的时候 正正就是说 这一类型的意识形态也是成就了 为什么何国荣基本上 只要那套不是古装剧的话 一旦牵涉到一些小小社会民生的东西 都会有何国荣出现去彰显一些 例如是你的上司 你的上上司 一些特权阶级 就总会有何国荣出现 就是很多的角色都会找他做 例如是外籍警司 游客 医学家 法官 神父 甚至乎律师 以前都会有一种的看法就是说 这个人是外国律师 他一定是特别厉害的 其实何国荣除了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之外 他也有进修过普通话和演艺课程 值得去提的一件事就是说 在2007年的年尾 何国荣在街上放狗 关于他对狗狗的热爱 待会也会提及 他在街上放狗 就遇到正在驾车的周润发 在谈谈期间更加就是邀请何国荣 你不如陪我去荷里活发展 指导法国学习英语一年 其实何国荣就一定是最适合的老师 因为你说想认识一个又认识广东话 又英文很厉害的人 其实你给得起钱 周阶都是 但是与此同时 还要是有拍摄经验 作为一个演员 他就会明白到自己当年学广东话的辛苦 也都会明白到 即是拍摄的一些事情 有些什么字眼是最需要率先学习的 作为一个行内人去进行一个沟通的时候 发哥就更加容易明白 因为能够找一个本身是来自外国的 也会稍为相对了解多少少外国拍戏文化 并且能够广东话和英文就无间断可以去沟通的话 何国荣就真的可以说是第一人了 也都跟大家说一说 何国荣他拍过些什么经典的剧集 何国荣第一套出演的电视剧集就叫做大茶园 这一套剧有的时候我都没出生 计算起来已经是35个年头了 除了在TVB之外 何国荣也有参与ViuTV的一些拍摄 例如《马家列宇大卫》系列《鬼探》《野人老师》 除了拍电视剧之外 电影何国荣也有份 例如《狮子山下》《超神经劫案》 甚至乎舞台剧都有 舞台剧《西游记》《中国皇后号》等等都有它 甚至乎在2017年 何国荣获得Netflix邀请 去帮一个美国讽刺战争的电影叫做战争机器 去拍摄宣传影片 更加成为一时佳话 当时也有很多人就说 有何国荣我就立刻去订阅Netflix 都可以见到他那个叫座的能力 还有就算是说 可能现在这一段时间 大家少了去看电视也好 但是对于何国荣的印象 那个认知 其实都是洗不掉的 都是会在大家的脑 在大家的心里面 那跟大家说声 不好意思先 因为外面突然之间 有些救护车声 好鬼吵 不知道为什么 住得很高也好 但是声音越来越应声 好了 继续说下去 何国荣亦都是圈中出了名的爱狗人士 亦都不时是宣养领养犬隻的信息 他自己也是以身作责的 最高峰的时候 是试过一年去收养九只的狗狗 他自己在二十几年前 就曾经因为荷尔蒙失调而出现了情绪问题 幸好有爱犬陪伴就陪他走了五年 最后就能够走出了情绪的低谷 不知道会不会是二十几年前 都为昨日埋下了一个伏笔 由于何国荣和他太太 在生育问题上 他们就不生小朋友 所以取而代之 他们就将自己所养的狗狗 视为亲生的子女 大家可以知道 是狗圆明 在2017年 原本何国荣是有回到澳洲的打算 但当时是因为他狗狗身体出现了问题 他是将这个计划就割置了 但是 随着狗狗的年纪越来越大 健康就越来越差 在四年中 何国荣是走了十只狗 所花费的医药费 亦不菲 再加上 有部分狗狗 在收养的时候 已经患病 例如 九只骨癌 腦退化 想说哮喘 各样都有 但是何国荣没有因此弃养 又或不够 更加说 只要他一日仍然有呼吸 自己都不会放弃 他亦都形容 自己用来养狗的钱 都足够买两部寶马 只不过他仍然会选择 去坚持照顾狗狗 何国荣之前为了医治痰瘫的 16岁老狗Simon 就已经花了一大笔钱 连同其他狗狗的医疗费用 再加上他自己的基底细胞癌 和心律不正的手术费 令到何国荣已经欠下80万的债项 但何国荣仍然无悔 由于他是每一只狗狗都是家中的成员 即使他们过世后 何国荣都会将狗狗的骨灰放在家中 并且表示无论去到哪里都会带着他们离开 当然这句话不是外出都带着 而是如果将来回到澳洲的时候 都一定会带着灰灰 原来疫情也对何国荣带来不少影响 在2020年何国荣接受访问说 由于疫情停工再加上自己的欠债 他和太太只能够截衣缩食 专门去买一些减价食品 以及问银行借钱 当时他只剩下 外犬Coco和QQ 后来QQ这只狗亦是因岩离世 何国荣也说 未来一段时间 应该都不会养狗 另外何国荣这么多年以来 他形容狗仔 像我刚才那样 大家形容狗仔 都是说 一只狗狗 两只狗狗 不过何国荣 他就是用个字来形容狗仔的数量 因为我来形容人 就是说 这里有一个人 那里有三个人 那里有四个人 因为他就觉得 狗和人是平等的 所以就不要说 那里有一只狗 不是 那里有三个狗 因为跟人一样 可以看到 在何国荣的心中 狗狗在他心中的地位 究竟是何其重要 另外何国荣 近月就不算经常更新社交平台 但是都会不时去分享 他帮一间线上超市卖广告的片段 在这方面 都相当之竞业咬业 这间公司 在昨天的早上11点 就发布了一条新广告影片 影片当中可以看到 何国荣就反串着女装 同时 也都变身多个造型 去教大家 如何去用这个平台 去落单办年货 以往何国荣会在感恩节 圣诞节都会去转发 自己为这个平台所拍的广告 但是在昨天 还未被人发现这件事的时候 发现了何国荣就没有去积极转发 然后也都在昨天 当时同日的夜晚就传出 他离开了的消息 现在也有不少人 涌入了这个线上超市的社交平台 留言去悼念何国荣 何国荣其实也有一些电影遗作 在一个2003年的电影 叫做超神经劫案之下 他就是饰演保安公司的主管 也是张敬軒的上司 不过戏中属于客串的性质 气氛就不多 他就以主管的身份监督同事的工作进度 张敬軒更加是要向何国荣去回报自己的工作流程 最后当他去介绍一些新演员新同事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拍戏叫做Jeffrey 每次回答何国荣的说话的时候都大大声 搞到何国荣自己都被人吓了 何国荣就是入行多年 通常都是做一些小角色为主 但是去到2015年的时候 一套由林家洞监制的电影 叫做死开D 开始是用何国荣去做一个重要的角色 在里面他就饰演一个来自英国的租客 并且是相当之抢劲 何国荣自己都觉得受到弃重 过足了弃人 另外讲到香港的外籍演员 其实就不单止何国荣一个 当然他是最深入闻心的一个 在TVB来说其实还有两个人 一个就是布韦杰 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都会比较熟一点 就是乔寶寶 他们三个人都是外籍演员来的 但是都能够讲到一口流利的广东话 所以基本上 只要TVB是有外国人的角色 都必定是会由他们去演出的 但是三个人 也都没有因为赞饭碗而心存戒替 反而成为了老优记 因为毕竟 何国荣和乔寶 虽然大家都是外籍人士 但是大家始终人种不同 在赞饭碗那方面 其实就没什么太多冲突 布韦杰同样都是白人 但是香港的市场之势 也都不是说 小到只是容得下一个 何国荣 所以三个人都是相当融合的 布韦杰甚至在去年 就开办教育中心 开办的时候 何国荣和乔寶 也都到场支持 另外 他们三个人也都曾经一起主持过 新城数码音乐台的节目 叫做三个老外一个虚 用外国人的视觉 去和嘉宾和听众 谈天说地 留下不少美好回忆 何国荣虽然就离去 但是永远都会活在大家的心中 一路好走 布韦杰也都在今天 有接受过访问 就说 其实他自己在一个星期之前 都知道何国荣 是面对着一些难过和挑战 曾经打过给他 亦都没人回覆 亦都在WhatsApp 传了大概有少少长度的文章 类似个浪都是说 有什么事呢 你联络我 你要take care 好自己 但是 都是没回复的 接着 直到昨天晚上 就收到这个 讯息 其实 情绪病这些 很多时就是 那一下 而且 当一个人 他不是那么在意金钱和明星的话 代表了在他生命中 他有其他事更加重视 因为你想想 如果何国荣 他真的只是单纯为了钱而做演员 他曾经去过荷里胡 甚至乎 当他教完周润发之后 他自己 你说他要去 打入去一些 西方的影视市场 相信都不是难道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有一个 大家都可以在这里 说英文的 然后突然之间 就可以爆 几句中文 特别是广东话的 角色 一定是 只要他想做 他一定有得 疯狂做下去 但是 大家都看到 他是很爱自己的太太 和很爱自己 在香港所收养的狗狗 大家可以想象到 他的太太和他的狗狗 就是他的命根子 但是 随着他太太的离开 再加上 狗狗的寿命 比人类短 所以就是说 对于何国荣来说 身边有很多 比起金钱 比起知名度 比起地位 比起 很多更加重要的东西 都是不断不断 离开了自己 就算是何国荣 他欠债80万也好 其他普通人欠债80万 当然慌张 但是何国荣来说 其实他有心想找 他哪有可能 找不到 是不是 但是有时候 身边所重视的东西 一个又一个 离开 确实就是说 会令到他 根本就是 连自己 奋斗的动力 都不知道 是为了做什么 还有 由他说过 可能暂时 都不会再 养狗的时候 都是代表了 他已经是 接受救了 即是那种 离别的心态 因为 每一次的 离别 都很伤心 虽然他很有爱心 他收留了 很多的流浪狗 但是 每当就是说 当你给太多的感情情感下去的时候 每次去到九只离开的时候 自己同样 都相当之 有时候 当你长期就是说 近乎是第一份工作 就做演员 你就很容易 专业 就对外欢笑 但是 自己 内泪的时候 难受 你都不知道 怎样去表达 给人家 又或者你都会觉得 不是 我都是一个有知名度的人 我有这些问题 一旦我说了给人听的话 就等于全香港都知道 有时候会令到 自己是变得更加难受 因为大家要知道 做艺人 就很难有所谓的秘密 哪怕就是说 你有些东西收得好 也好 一旦你开始 跟人说过的时候 就不知为什么 所有东西 就会传到周围 所以有时候 对于很多艺人来说 反而就是 普通人有病的时候 他可以放胆 去跟自己 信得过的人 但有时候艺人 去跟自己 信得过的人 都可能有点 担心就是说 会走漏风声 因为 一个病 有时候就是说 如果你只是 亲朋戚友 知道的话 大家就不会 歧视你 大家是会想办法 希望陪你去度过 这个难关 但是 当变成全香港人 都知道的话 就会变成一种 很大压力的目光 还有 你知道自己出名 可能你都会觉得 糟糕 不知道街上的人 怎样看我 不知道那些人 会不会害怕了我 变相 明星艺人 虽然表面风光 但是 背地里 他们都会承受着 很多一些 我们普通人 我们不是知名人士 我们想象不到的 那些心理压力 在这一段时间 其实就真的 有很多的 艺人 是离大家而去的 我不是说 周凯薇 因为病痛 那种 我是说 例如说 李文 黎淑然 柳俊刚 这些 是不知 为什么 很多事情 是叫做 突然之间 发生了 就离开大家 还有 很多事情 都是叫做 先兆 不是说没有 不过 确实 不算太多 例如 就是说 好像 柳俊刚 那样 其实他本身 都是 plan 一月份的时候 又说开班 去教人 说话 那样 然后 黎淑然 又是说 发生他件事之前 他亦都说 整家人开开心心 在这里烧夜吃 对于 何国荣来说 其实昨天早上才看到他接拍了一个新的广告 大家都会觉得 可能在说你一两个月之前有工作 不需要担心 还有你卖得广告 大家下意识都会觉得 你的状态都不错 但没想到 突然之间 我就是今天起床 看看手机 那么大件事 所以有时候 人生无常 很多事情 都很唏噓 突然之间 那些东西 说出来 就出来 还有在这一段的时间 过去这一两年 你不要说明星阶级 就算是普通人也好 其实都很多类似的新闻 不过有时候就是说 在神早新闻我觉得 免得拿那么多这些类似的新闻出来说 好像昨天奉德川 都有类似的新闻 现在香港人 甚至乎 整个世界 其实那种压抑的情绪 都很大 还有有些东西 很讽刺 现在是互联网胜行的时代 我要去WhatsApp 一个美国人 他0.5秒之后就收到我的信息 明明大家 是能够没有地域限制 没有时差限制 基本上 你可以任意分享 你可以放上Facebook 放上Instagram 拍片放上Youtube 还要就是说 你是知名人士 你有什么想说 很多人都会 使以傾听 你想去寻求帮助 相信也有大把人 是愿意无常去帮助的 但是就不知为什么 当人与人之间 能够透过科技 是更加 无距离 去接触的时候 但是人心之间的距离 就来得越来越远 就算你说有朋友去关心他也好 最后何国荣都是选择 不回应 独自去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都在想 究竟未来这种情况 会不会越来越多 因为 以前那个疫情 对于好多的 绿业演员 他们现在的收入 也都未必能够 去回一个能够维持到生活的水平 吴浩康之前都说过 吴浩康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他自己是因为 做地盘 跟着好男人 跟着很多工作 就排山倒海去找他 但是 这些个别的好例子 但是我相信背后 还有很多人是因为 突然之间一个疫情 跟着一沉不震的时候 又不知道再加上 那么多这些相关新闻 会不会有一个年大的效应在 这一件事确实就 很令人担心 所以有时候 大家都不要说 他明星 他怎么都 有挖金能力 他就一定没有问题 那么 其实明星在 不是对着镜头 没有饰演任何角色的时候 其实他和我们 大家都是普通人 深挖符就是说 由于他职业的特殊性 再加上每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同 每个人所面对的背景压力 也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 总之这些新闻 真的令人伤心 和伤感 因为我看到这一宗新闻 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个 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 然后突然之间 你就收到信息 说他走了 因为以前是真是在电视 经常见到他 甚至乎就是说 你一见到他的样子 你都会想起他的声 还有 他说广东话的那种 就是相对 特别小小的 语气和口闻 就算刚才也说过 还有其他人 和何国荣一样 但是 我都很敢说 都没有人 像何国荣 那么深入民心 因为始终他是第一个 1988年 过来香港 你乔宝宝都是要残酷一丁 然后2000多年 才在香港慢慢发展 所以何国荣是说 早十几年前 就已经在香港 和何国荣 在我的印象当中 他还是很年轻的 因为 以前十几年前 看电视 你当然是看到 他以前年轻的样子 对不对 所以在我老海当中 我永远都 看着他 还是十几二十年前 那种年轻的样子 当然 有上网 看一看都见到 他的近照 已经是有点 沧桑 然后胡子也比较多 毕竟就是上了年纪 总之 相当之可惜 真是 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那是 今集就 来到这里 原 何国荣 就一路好走 今集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好 是这样 拜拜 拜拜